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不圣经啊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说他通篇在歌颂蒋介石 他通篇在歌颂蒋介石的四人之名 可是各位这是大内学 这个不是历史 我也看到部分研究台湾史的 也讲到了这一段 就是说他们会骂蒋介石 但是不骂胡莲 说 为什么蒋介石不骂胡莲呢 原因非常简单 蒋介石是他爱将 宠将 什么将 什么将 这边胡说八道 就我所知 胡莲非但不是蒋介石的爱将 宠将 服将 战将 胡莲是他的眼中钉 有人会问 你讲话要有证据 我现在告诉各位 我的证据就有三点 第一个我在21岁的时候 跟胡莲将军吃过两次饭 未来我在 金门王与两讲政治恩怨主题是 刀锋战将胡莲这本书里面 我会交代的清清楚楚 现在很多人 讲到了这一些事 就是说两讲对胡莲不错 给他晋升一级上将 他从陆军副总司令的地位升到一级上将 我可以告诉各位 讲这些话 研究这种事情的全部都在胡说八道 从来没有一个陆军副总司令 升为什么 陆军一级上将 胡莲不是陆军副总司令任内 晋升的一级上将 他是战略顾问任内晋升的一级上将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去看这段历史 有太多人 第一个不了解历史 第二个胡说八道 第三个人云欲云 你第四个想当然而 我刚刚讲的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原因 我跟胡莲见面 胡莲亲口说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在帮蒋总统胡莲 将军的八二三手杂 我在写整个导读的时候 我就看了这一些所谓的档案 好那这一些档案里面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要解读档案的话 不能看文字的本身 你必须要把他上面讲的每一句话 去认真地思考 他讲这句话的用意 他写这一封公文的用意 到底那是什么 不能讲说 那你档案看到就是完全都是真的 我现在告诉各位 这一些所谓的档案 都是经过了 我们不能讲筛选 至少是经过了查核以后 才能够发出去的档案 所以你要解读档案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我是运用胡莲跟我讲的 然后配合着档案 配合档案去解读很多事情 所以才能够看出真正的历史问题 这一集我就跟各位讲 蒋介石胡莲的军权之争 为什么我要讲军权之争 军权不是掌握在蒋介石手上 各位要知道 1949年1月18号以后 蒋介石就不是总统 按照宪法上面的规定 他只是中国国民党的总裁 他不能够过问军事事务 军事事务是代总统李忠仁的事 可是蒋介石他还是介入 他运用 他黄埔军校校长 过去是军校校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 他介入了军事 他介入了军事以后 各位晓不晓得 他总共先后成立了14个边链司令部 这14个边链司令部 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关爱 唯独一个边链司令部 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关爱 为什么 就是胡联的第二边链司令部 胡联为什么不会得到蒋介石的关爱 各位晓不晓得原因 就是胡联在打十棒会战 就是中国称呼 称之为叫淮海战役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胡联从1月6号 女茂斯从包围圈的双堆集 茂斯回到南京 他向蒋介石承送了所谓的 突围计划 结果当天晚上被蒋介石刮了一顿 第二天再刮了一顿 那我们怎么知道蒋介石刮他呢 各位去看 国使馆他有出版一本 叫做四略稿本 就是蒋总统的四略稿本 78集里面 明明白白写道 他叫胡联 第一个不准突围 第二个要以死殉国 你第三个 必须要有惨烈的场面出现 这个不是让我张友华在这个地方 胡说八道 真正是有这个东西 包含胡联的823手杂里面 你蒋介石都要求这些将领殉职 很多人会问 你有没有证据 有 各位自己去把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的档案实在太多 它的档案一多以后 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各位一一的解释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四略稿本78集 各位去翻一下 甚至于你用网络点阅一下 就会出来 我麻烦各位自己去看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 好 胡联从南京又回到双队局 就跟他当时候的司令官黄维讲了一句话 要不要突围 黄维告诉他 黄维告诉他 蒋介石的命令是死守 然后胡联就在旁边一直劝 一直劝到了元月十六号 元月十四号 胡联就告诉黄维 我要突围 如果那你不突围的话 我们准备突围了 就是说十二万人不必天寒地动地死在这个地方吧 好 突围的时候 他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 传达蒋介石的命令是谁 王淑明 就是尔后的参谋总长 他那个时候是空军副总司令 王淑明 清零双堆积上空 用空地联络的方式 他告诉黄维 总统令不准突围 你要突围的话 必须要撑到元月十六号 1949年 那一天各位去看看 他那个温度大概快要接近零下 大概是两三度 这个时候这支部队 已经没有任何的补给 炮弹几乎打光 好 胡连还是坚持让黄维要下定突围 所以三部车 胡连第一步 他冲第一步 黄维坐中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吴少洲 他们三部战车冲出来 结果呢 没有想到第三步是因为机械的问题 好 战车没有办法前进 那第二步呢 就是黄维搭乘的呢 他虽然他也冲出了包围圈 可是到了最后 他也是因为机械故障 只有第一步的顺利冲出来 这个人是谁 就是胡连 所以胡连冲出来以后到南京见蒋介石 蒋介石不见 认为胡连怕死 胡连诺诺 你应该以身殉国 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事 但是那我不讲 我就先从胡连为什么自主兵团 各位晓不晓得 胡连兵团的钱从什么地方 他从1949年的1月28号成立第二边链石令部 3月1号你改组为十二兵团 我告诉各位 只有两笔钱 一笔钱就是国防部给的 国防部给了以后给了67军 胡连算是没有拿到 看得到吃不到 那第二个是他开办费 到了最后各位晓不晓得 胡连还跑到上海去 把当年的十二兵团 存在上海的一笔钱 就把他领出来 领出来自己成立十二兵团 就是第二边链石令部 第二边链石令部 那个时候设在什么地方 各位晓不晓得 第二边链石令部 是设在浙江的渠州 他设在浙江的渠州 刚刚好 渠州虽今司令是汤恩伯 胡连就跟汤恩伯讲 你这个兵战里面 就是后勤里面 你有那么多的衣服 那么多的枪支 能不能给我一点 你知道汤恩伯怎么讲 拜军之将你合足永远 你给我滚到后方去 所以到了最后 胡连兵团去申请补给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只抢到一些东西 这个是胡连跟汤恩伯之间 决裂的一个开始 就是说胡连认为说 你跟我是友军 那既然我都没有装备 那你给我一点会死吗 那汤恩伯就是不给 全部支援前线 支援前线 好支援前线 一个上海战役 所有兵战的东西 通通都被解放军接收 那胡连什么都没有 各位想想看 悲不悲惨 那第二个我就跟各位讲 就讲到了汤恩伯 他跟汤恩伯之间的 汤恩伯根本看不起胡连 他说那你一个拜军之将 你给我到后面去 所以他在浙江 他在江苏 想要招兵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招到三千 三千 这三千人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部队转移的时候 跑掉了一半 那汤恩伯就是优先把江苏浙江的兵 全部给了谁 你知道吗 各位晓不晓得 全部给了 给了汤恩伯的部队 那换句话说 汤恩伯就是不准他在浙江招兵 好 胡连没办法 他到了江西 他到了江西 各位晓不晓得 胡连亲口说 他到江西 他就讲 人要自找 钱要自愁 枪要自运 各位晓不晓得 为什么人要自找 这个就是说 像包含刘祈辉先生 讲胡连的军纪非常的坏 他到处抓那个什么 壮丁 我也问过胡连有没有这回事 他说有 他说乱世 乱世 虽然 他是讲 三线成军 一线成师 然后 这个我下次会好好地讲 他在江西如何招兵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为什么讲九线成军 九个线就有一个军 况且胡连分配的地方 不是赣江南岸 他是在赣东 赣东到赣南 再从赣南到福建 他本来是在赣北 然后到赣东 赣东跑到赣南 赣南到福建 好 那我告诉各位 这个里面 汤恩伯三番两次的 想把他部队吃掉 胡连就是不同意 就是总而言之 他不会 列入到了 汤恩伯的作战指挥序列里面去 这也就是造成了 他跟汤恩伯之间的决裂 然后我们再来看 汤胡交恶 各行其事 就是说 到了最后 蒋介石 这个是蒋介石日记里面 是蒋介石自己写的 不是那我张有华周的 每一次胡连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都给他一个命令 你要听汤恩伯指挥 六次 先后六次 胡连听到命令以后 各位晓不晓得 他也告诉蒋介石 我跟他之间没有办法共识 他也不想听汤恩伯的指挥 可是蒋介石一直施加压力 到了最后 胡连 我可以跟各位讲 到了最后 胡连到了朝 朝善地区 厦门战役没有开始 金门战役没有开始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胡连按兵不动 长达 好 长达18天 纵然蒋介石三吹事情 把他召到广州召见 他也不想援助汤恩伯 各位想想看 就是胡连 胡连跟蒋介石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蒋介石就运用他的压力 一直叫胡连接受汤恩伯 听从汤恩伯的指挥 胡连为什么不答应 胡连不答应只有一个理由 你宁可把武器装备系统 被俘那些全部送给解放军 当然不是送了 就是说那你打了败仗以后 被解放军接收 你都不肯把这些物资 留一点给我用 这也就是说 当胡连跟汤恩伯 他们各行歧视的时候 为什么中国东南半壁的江山 不到半年 全部沦陷 各位晓不晓得 那个时候 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人口 那是多少 将近两亿多 将近两亿多 东南半壁又是向来 是中国最负数的区域 又有两亿多的人口 为什么半年不到 全部丢光 各位去想想 就是说那么多部队到达台湾 那么多部队到了台湾 我们就是非常的感慨说 将领之间真的是各行歧视的话 这种部队怎么打仗 那这种现象未来会不会发生 没人敢保证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从胡联的势力里面 他讲了四个字 他说一切的根本 必须要自力更生 别人才会帮助 今天台湾面临的状况 也是这样子 除非我们台湾可以自力更生 否则你一天到晚 你想着美国 没有用的 当你没办法自力更生的时候 战争就在你旁边